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又來到7月了,即是2018年就過了半年了 即是說有一些觀眾已經看了我的頻道大約有半年的時間 多謝大家一直這樣看 來到7月就是一個很豐富的一個月 因為我會分享我上半年1至6月 究竟用過什麼是覺得很好用一定要推介給大家 又或者是我用過什麼覺得中了服 要跟大家說千萬不要買 今天就會來這個2018年上半年我遇過的雷品分享 為了配合這個主題 我之前的影片是紮粉邊 然後拆了它之後形成一個看到這些東西就生氣到爆炸的後果 是不是很無聊 我就是一個這麼無聊的人 第一件事想說 對不起我的朋友 他應該都會看我的頻道 就是Dr.Juck的這一款面膜 這一款面膜它是超級無敵推介 我去韓國的時候一定要買 還要幫不買它買 這個面膜很貴的 原價大約$90港幣 半價也要四十多$50 這一盒裡面只有一塊面膜 你說它是不是完全沒有效呢 它不是的 它會做到保濕的 但是它$50一塊 最近在長月買這個Dr.Juck的藥丸面膜 都是$55有一盒 十塊還是五塊 所以我寧願敷很多塊的藥丸面膜 我覺得這一塊太過不值 這個$50一次的價錢 所以我要把它放在雷品裡 不算很推薦大家去買的 第二件事就是 我自己在討論區的化妝品裡 看到有人很推薦的 就是VDL的這支Beauty Finisher 我去到韓國的時候 那個BA姐姐說這支不是primer 她說是skin care 但是在討論區的人 人們就當它是primer 這樣用 它擠出來的時候 就會是一個白色的lotion質地 它塗出來的時候 是有一種滑滑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感覺有點假滑和假滑 我覺得它不是真的 我覺得純粹它的質地 停留在皮膚表面 所以它一直在皮膚上 就有一種永遠不會吸收下去的效果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我都列入了為我今年遇到的一個雷品 是因為它比起我想像中的期待 實在相差得太遠了 再之後就有兩支是12元店的一個 serum 我也知道有很多人都一直在吹我 怕這個12元店有什麼好物推介 我自己都一直在籌備 因為我最近真的比較少外出 所以我覺得我還未夠多的東西 或者我不肯定 現在我覺得很好用的東西 12元店還有沒有可以買 所以我接下來 7、8月就一定會 我答應大家一定會拍到 這個12元店好物推介 但是在這一刻 就可以告訴大家 有什麼不好的 就會是這一款 這個瓶的 serum 我看到12元店 每一次有這個 serum 都很快買完 那個盒子是剩下很少的 所以我一開始是 極度有信心地買回來 然後是超級失望 我這裡 給大家看 你看到它 嘩!快到我現在已經來到這裡了 比我說話還快 我都追不及它的速度 它是無敵 無敵 之後呢 很水 沒有什麼感覺 塗下去呢 我真的覺得這12元都可以省 你絕對可以在家裡 隨便找一支 serum 再加50ml的水 然後搖勻它 就會是這個 serum 我真的覺得它完全沒有效果 之餘 好像水一樣稀 不推薦大家去買 之後呢 還有 Add to house的這一款 蜘蛛 我知道 很多人都很喜歡用它 包括 台灣的YouTuber Katy 她最近有一條影片是說 囤括 這個開架 有什麼 買完又買 要放很多在家裡才會安心的 其中一樣 就是我不喜歡用的 Add to house的 這支 Curl Fix的 蜘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因為我是去韓國的時候 就是因為Katy極力推介 我就買了兩支 之後我用了 我想她也用了十次了 我才很肯定我自己真的不喜歡它 我想Katy是一個 很得天獨口天生麗質的一個女生 因為她很多都覺得很好用的東西 到我身上都不合理 這一支 我懷疑Katy本身她的眼睫毛應該都長 而我呢 眼睫毛和我的身高一樣 都是比正常人一折的 所以這一款的Mascara 她就算叫Curl Fix 怎樣也好 去到我的眼睫毛那裡 都會是沒有什麼看的 她的存在感會變得好像跟沒有塗 差不多 她的簽長效果沒有是正常的 因為這一支不是買簽長 然後她捲曲的效果 我身上就不太覺得 可能因為我的眼睫毛比較短 她做不到彎 她都是這樣 所以我是不喜歡這一支的 然後呢 就有一個是eyeliner 這個eyeliner 我之前說迷你化妝品的時候 也有提及過我真的超級不喜歡用它 今年很流行 亦都很火紅那一段日子的Cat Forn D Tattoo Liner 她畫出來其實都算很實色 很Smooth 但是呢 它更實色都沒有用的 因為我不敢現在畫 我會很害怕 我怕會嚇壞大家 因為我一畫下去 它那些黑色的墨水 就會滲透到我的眼裡 說真的 我不會用不同的手法去畫眼線 所以我用這支眼線筆 或者用其他眼線筆 應該一模一樣的 為什麼用它的時候 就會滲透到眼裡 我整個眼白會是黑黑藍藍色的 很恐怖的 然後要不斷用棉花棒 去塗一些顏色出來 很害怕 所以 它根本上在我身上 就不成功了 而且我真的不覺得它持久 也不要說遇到車禍了 我想可能出完一會兒之後 它就會在我的眼裡慢慢滲透了 所以 它這麼貴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特意去試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的開架 眼線筆都已經非常好用了 不需要用一支這麼貴的眼線筆 接下來這件東西 我也是非常失望的 是最近才買的 就是ByTerry的透明質酸碎粉 這個碎粉是非常出名的 在ByTerry這個牌子裡 都算是明星商品 很多評論都說它不乾 然後它也是透明的碎粉 然後很薄 粉質很細緻 對的 這些形容詞都對的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跟我提及 如果用完它之後拍照拍片的時候 會泛白得這麼厲害呢 是不是因為我太黑呢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上個星期 再上個星期的兩條片 即是我沒有摘哪個兩條片 有沒有留意到 我的眼底是白色了一塊的 不是我沒有推開過粉 我真的想很薄的 就是用了它 最灰的手就是它 這個原價是要四百多元 當然不是那麼小那麼可愛 四百多元那個是正常的尺寸 我是買了Travel Size 我也相信它的Travel Size和正版 應該是同一個粉 不會厚似薄皮吧 裡面是很有趣的 這個Travel Size 我年尾如果說起有迷你品 應該都會有它的 因為它是一個超級漂亮的包裝 大家會看到裡面的粉是白色的 其實粉都很薄的 但是你會看到 我這樣搓你也看到 它是會白色了一塊 會有反白的情況出現的 我都沒有很厚 你會看到我也是一插一插 然後搓它都已經是白了 所以 無論它的粉有多細緻 有幾次 這樣吹就好像塵一樣 飛走也好 我都用不到它 或者平時如果大家出街 或者拍照 會用到閃光燈 或者補光燈的時候 真的要留意一下碎粉 因為我都用過很多碎粉 都是會出現的 對 這裡會白色一打 不止我們這些平常人 其實明星 有時候看報紙 或者現在Facebook的照片 如果人們用閃光燈很厲害 都會看到這裡白色一打 所以真的要好好留意 很多時候都會塞在碎粉身上 然後化妝品護膚品 最後一件事想說 就會是Hourglass的光影棒 這個算是我今年 之前說過這麼多東西裡面 最後會買的東西 應該都是它 因為 我現在真的想不到有什麼用途 我可以嘗試把它變成眼影打底 看看能不能做到 我怕它不像狗 但是我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其實它的顏色也蠻漂亮的 特別是我現在曬黑了之後 它的效果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你上到臉的時候 它是會卡住你的粉底 之後會一塊塊 不容易blend開 但是如果我還沒上碎粉之前上它 沒事 但上了碎粉就會沒有光澤 你會看到我一邊上 譬如我這樣上了碎粉之後 它就沒有了那種光澤感 它就已經變得很兜了 究竟我應該什麼時候用它呢 如果你要我不上碎粉去用它 這個整個夏天秋天我都做不到的了 要等到冬天才可以試試它 是不是做到一個很漂亮的highlight效果 因為這一刻我一定要上碎粉 整個夏天 你想想它這個是差不多300-400元 我寧願多買幾個Beca mini size的highlight 我也不推薦買這個 之後我今年上半年 不知道為什麼 中了很多頭髮產品的服 其中一個就是這一款的洗頭水 我近鏡給大家看 因為它應該是否叫Ahalo Butter 這是不是牌子來的 這一枝的洗頭水 我是在EON買的 它還要是一買整個set妝來的 洗頭水 然後有個review 然後有護髮素 還有hair mask 這樣一包過了 其他東西我都還覺得OK 除了這個洗頭水 超級無敵 不好用 它洗頭的時候香味是很好聞很舒服的 它擠出來是透明的gel 然後呢 你塗上頭那裡 洗的時候 你好像永遠都洗不乾淨的 你的頭好像永遠都還有些東西在上面 它不是散的 但是 感覺就是 好像還差一點 好像還沒洗完 好像還可以繼續洗 但是你的頭已經洗了很久了 力久不衰的那個感覺 所以這個我真的不推薦大家去買 我很擔心 大家去到EON 看到它很美 或者去到日本 看到它很美 的時候 很好聞 就會買一張回來 不要跟我一樣 那麼膚淺的 中了這個 然後呢 第二個 很多人都覺得它很好用 我也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人覺得好用的時候 我自己不喜歡 就是Essential的CC配效護髮液 它的賣點就是不需要沖洗 不需要停留 洗完頭髮 你用它 再塗你的護髮素 就可以加倍 可以修護頭髮的 但是呢 我用了很久了 都還用了半支 就知道我究竟覺得它 可有可無的程度去到哪裡了 我真的覺得它塗上去之後 是沒有分別的 我覺得 我寧願用它這個牌子的Hair Mask 我都覺得有用一點 反而這一支呢 雖然它不貴的 59個多 減價的時候 59還是未減價呢 我不記得了 總之我買的時候 就59個多 然後我覺得這60元都可以省 好了 到2018年最後一件女品 就是L'Oreal Paris的 這個深藍色瓶 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別版 因為全部都是寫日文 但是我在萬寧買的 那就是它的Hair Oil 它的粉紅色 一直都是我很喜歡用的一個版本 我是用了三支左右 應該 但是呢 因為用得太悶了 所以呢 我就轉了 有一次走萬寧 看到這個很漂亮的 上面有金色閃粉 然後有一個很神秘深藍色透明瓶的Hair Oil 我就心動地買了 然後就直接中了一副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耐性可以用它 首先呢 我覺得它的護髮效果呢 是沒有粉紅色瓶那麼好的 因為粉紅色瓶可以滋潤到頭髮之餘 不會很厚重的 但是這個深藍色呢 可能它寫了for very dry hair 我就是了 但是它用了在我身上的時候呢 首先我覺得它的稠的程度是多了 就是它稠了 然後塗上頭髮之後呢 是很黏的 那個味道呢 是有點像老法國女人用的香水味 就是那種滋粉味呢 我不想滋出來 因為真的很臭 但是我忘了那種味 我只記得是很臭 總之是一種很 很熟氣的一個 臭味 我都不可以說它是一個香味 真的很臭 就是不要聞 絕對是一個很廉價的味道來的 然後之後 正是這個東西 已經不想放在自己的頭髮上 還有我覺得它的護髮的感覺 真的 我吹完頭髮 我就覺得好像沒有了 反而粉紅色 平時用的那種 你吹完之後 頭髮都會覺得很油順 那我就分享完 我2018年上半年 遇到的一些中伏雷品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 我覺得它這麼差的時候 你是很喜歡用的呢 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看看我會不會是用錯了 不解了這個產品 對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你們 降一降火 我整天都放火燒你們 對不對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upload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 走 有20萬 可怕 但我可以幫你